在昨天播出的快乐大本营中,节目组邀请来了演写攻略的主流演员,为了让观众有代入感,他们也是穿着戏服出现在了舞台上。 当威姐、皇后娘娘、贤妃、不可侍卫等一个个电视角色出现在了快版的舞台上时,那种画面感的确让不少观众惊喜不已。 除此之外,节目组还特意邀请来了三位幕后的幅画师,详细为观众讲述了剧集背后的故事和人员的努力,但就在大家与幅画师互动的这个过程中,皇后娘娘行来因为一个动作被赞有礼貌,而扮演高贵妃的主持人谢娜却被不少观众批评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当时,为剧集设计头饰的老师接过何景勇的邀请,准备为现场观众讲解复查皇后的荣华头饰,而为了让上了年纪的老师方便,所以秦兰就主动走到老师面前,并且一直保持下端的姿势,等待不化老师讲解完毕。 而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,光是在电视上的呈现就有数分钟,更别其当时录制了的时间了。 因此,秦兰这个细小的举动,也被不少观众称赞,就连一旁都喝酒。 在观察秦兰头上的投射时,看到秦兰下针也跟着他一起下端,以平行的姿态对话,画面非常和谐。 但到了另一位浮华老师介绍谢娜扮演的高贵妃手持的扇子时,谢娜却不像秦兰一样主动走到老师面前下端,而是自顾自的站在那边,摇起了扇子。 就这样,浮华老师只好站起来走到谢娜的身边做详细介绍,而且,远远不仅如此。 在浮华老师介绍途中,镜头当然会给到扇子特写。 可谢娜一直摇来摇去,也没个正行。 这时,多亏了一旁的何炯细心的捕捉到了这一幕,于是一把抓住那扇子,让谢娜展示给观众看,本来也没啥问题了。 可结果,当和永松开手准备让谢娜独自展示的时候,谢娜又几时善了起来,场面确实有点让人尴尬。 对此,不少网友也直言,谢娜一直摇来摇去的,一点都不尊重嘉宾。 更别提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浮华老师了。 还有网友说谢娜一直都这么尴尬,主持不会看颜色。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持不同意见,网友说谢娜当时扮演的就是高二自大的高贵妃。 整场节目下来,谢娜都一直尽心尽力,展现人物的特点,而当时作为高贵妃的她,自顾自善善子也没什么不妥,真的没必要上升到没教养的地步。 而在小编看来,尽管谢娜在那个过程中,确实表现得不如秦兰的好,但大家其实也没必要拿两人互相比较,毕竟一个人的缺点,总会在现实面前无限放大。 再者说,如果已经入席一个夜晚的高贵妃谢娜,突然像皇后娘娘一样温柔平易进人,那才叫让人意外不是吗?